大家好,我是桑桑 不知道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 大家对花园的热情还剩多少呢? 是不是难得出去看几次 而且花园里差不多也只剩下杂草了呢? 其实炎热的夏天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大家看我穿成这个样子 没办法,因为我们这里不仅热而且蚊子多 只有厚的牛仔裤,蚊子才咬不进去 而且头上要包一块毛巾,因为出很多的汗 没有这块毛巾,完全是不能干活的 如果您觉得您的花园里面现在只剩下了杂草 那么就看看我的吧 脏乱差 我们这里呢,经历了飓风,然后就是大雨 花花草草泡在水里好几天 大水过后就是高温,然后我种的这些黄羊死了大半 但是这个玫瑰,这个叫堂皇,确实非常皮实的 在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下还能够开得这么标准 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住在休斯顿的朋友可以考虑购买这一款 这个淡绿色的呢,是佛甲草,也是不错的 但周围呢,都是杂草丛生,没办法 实在太热了,没有办法出来打理 那黄羊死了大半 这些太阳花确实还是不错的 反正不用管,她自己也在这边看花 这里呢,我是放了一个便宜的拱门 让这个Star,Jasmine去爬 这飓风一吹,全部吹坏了 这些都是干死掉的 这是Xenia,我种在花盆里 全部焊死了 这边是一个石灰灯 也是奄奄一息了 这个一定要浇一点水,要不然真的要死掉了 然后呢,这么干旱的情况下 这个佛甲草长得不错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Sunshine Ligastrum长得不错 这边过来是两棵棕榈树 这个真的是要浇水了 再不浇水,又要死掉了 这个棕榈树叫风车棕榈 是非常耐寒的一款 像我们这边的话 其他的棕榈树种了有时候会冻死 这种种起来,它的生长慢 也比较耐动 在休斯顿这边的朋友 种棕榈树的话,可以考虑这一款 这边过来的呢,就是一些波斯菊 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花的 不用管,反正它自己会长成一片 喜欢阳光,不怕旱,不怕晒 在这里自由地生长 跟这些野草一起自由快乐地生长 如果我今天好好地干七八个小时 那这边就会重新地干净整洁起来 这边过来的这一株玫瑰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它叫Sweet Drift 它是一种矮小型的玫瑰 这么炎热的夏天也是在努力地开 在这个是拱门上爬的呢,是风车茉莉 也需要修剪一下了,都长乱了 发型要整理一下 这边过来,我这是一盆荷花 这个也要干掉了,也需要水 这个花池里我种的是墨西哥 矮切牛,Mexican Petunia 这个非常好的 你看开得很好,也不用浇水 上面呢,我是种了一棵枣树 枣树旁边呢,是种了一棵我们Texas这边的叫Sage 也是属于喜欢阳光,不怕干旱的种类 所以把它们都种到一起 这边呢,本来是种了这个Mexican Petunia 但是这个野草全部长得非常好 这是一棵桃树,因为这里积水 所以就死掉了,要换一种树 再过来这边看看 总之就是杂草到处冒 这个拔要费一点功夫的 拔完了以后就会好看了 篱笆墙也没有修 听说现在这个飓风的季节还没有过去 所以要等一等,以防万一 这边种的是紫微 也快要汗死了 这个是三角梅,这两天也是奄奄一息 紫微树 前面我种了一棵柿子树 只剩下几片叶子了 然后这个铁栅栏旁边的是种了一棵玫瑰 开了一朵花 其实这个玫瑰在修士顿这边还是不错的 这个叫Crimson Sky 从另外一个拱门过来 我这里种了两棵虎尾冬 它真的是不错的,因为它有根流 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它的表现还是这样子 也是没有怎么浇水 然后还有这个爬藤的这个也不错 这个中文名要 应该是叫红薯藤或者什么的 英文叫Sweet Potato Wines 这个也不错 在盆子里这样子晒 还居然没死掉 然后工作了五个小时以后 这边稍微的好了一点点 把这些草都拔了 太阳花 太阳花正在开 那这个旁边的这个树死掉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过来 草拔了一些 浇了一点水 然后这个石灰灯现在稍微缓过来了一点 也是奄奄一息了 这边死掉了一棵树 然后再过来一点呢 这个Zinnia缓过来了 浇了一点水 没死掉 下面的这些杂草我全部也拔掉了 看起来就整洁了很多 在高温下干了五个小时 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可以拧出水来的那种 再从这边过来 拱门上的这个Star Jasmine 我也是修了一下 风车茉莉 然后 这个桃树下面的这一圈 我也修整了一下 以前都是杂草 现在把杂草拔掉了 只剩下这个墨西哥矮前流 它正在开标准的懒人花 除了不耐动没什么缺点 这个小树呢是红花积木 现在也是奄奄一息 春天开花的时候是很好看的 还有一款不怕干旱不怕晒的 那就是这个波斯菊 这个也是种一次就不用管了 反正是种子落下去 它有机会就会发芽 另外一个不害怕晒不害怕干的 就是Xenia 满日草 夏天里面花园里要想看花的话 还是得靠这些草花 如果靠玫瑰的话 那是完全靠不上的 给大家看这么一圈的花 也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不要气美 总感觉自己的花园夏天难看 其实所有人的花园在夏天里都不怎么好看 不要放弃希望 再说了 这种夏天里面活不下来的 那也就是说是应该淘汰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